厦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今日表决通过厦门经济特区 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 将于2025年1月1号起施行 这是大陆首部探索直接采认台湾地区 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 厦门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吴嘉莹 见证了该法规的制定过程 他表示这部法规的出台 将进一步助力台胞逐梦大陆 共享融合发展红利 跨部门的座台会有参加两次 其实各部门对这个法条法规的修订 制定都非常非常重视 充分到各个台商的基地 还是台青的一些的基地去做调研 也实际了解台胞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部法规此时此刻推动 也代表说政府对我们台胞的 重视 这个资格认真的出台以后 也是我们在祖国大陆中的首创 我相信有更多更多的台湾同胞 一定会吸进到我们厦门来 来自高雄的高明村 曾在台湾从事物理治疗师的工作 因看好大陆发展前景 数年前选择登陆从业 但因当时大陆还未开展 对台湾物理治疗师职业资格直接采认工作 于是高明村在大陆高校就读 取得中医式资格证之后才在大陆职业 如今厦门出台直接采认台湾地区 职业资格的地方法规 让高明村激动不已 我觉得第一个审视 第二个审视 然后再就是我觉得 还有就是认同感就变得更多一点 对于台湾的医师人员可以直接换证 它的空间就更多 选择性就更广 然后机会也更多了 我觉得这是属于就是可以 这样子的政策福利 可以有助于帮助就是台湾的医师人员 可以换证之后它一些更多的 一些事业发展的空间 该法规全文十一条 对台湾地区职业资格采认范围 形式 流程和效力等 做出具体规定 构建起全流程 规范化的直接采认工作机制 着力破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 厦门适用的制度障碍 法规明确建立台湾地区 职业资格采认目录 实行动态调整 台湾同胞经职业资格采认后 在厦门提供相应专业服务 享有对应职业资格 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同等待遇 并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技能提升奖励等相关优惠政策 有些台湾的朋友呢 目前在台湾可能已经考上 他已经考上证了 或是他还没有考上证 他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等于他在台湾有取得资格证之后 他可以以同等的资格 来这边继续工作 然后相信对他未来来说 也是会有更大的一些 那个机会和便利性 像这部法规的出台啊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感到非常的振奋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医院来讲 我们也积极的去引入 很多岛内的医疗人才 其实像岛内 我自己接触到的很多 医疗或医疾人才 他们其实都是对大陆这边 是有感兴趣的 他们也想来这边做职业 但是之前呢 一直苦于就是没有这个政策 他们来到大陆 只能换取这个短期行医证 或者是要重新考证 那现在这个法规的出台 等于是帮助我们 更加快速的 更加有效率的 去引入这些台湾医生 或者是台湾的护士 或台湾的药师 能够来到我们大陆做职业 目前 厦门已分两批次 公布实施 80项台湾地区 职业资格采任目录清单 对195名台湾同胞的职业资格 进行直接采任 为了把先行先事的改革成果固化提升 厦门充分发挥 经济特区立法试验田作用 在大陆率先探索 对台职业资格采任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